左手合球到右手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个落空的现象 也就是说他没有接到 右手没有接到球 那右手如果用力接球 它又有一个反弹的作用 所以现在看到出来一个想法就是 让我合球的时候 球位稍微高于我的右手手指尖 让它掉下来 那这一用应该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还在尝试 目前的尝试就是 左手送到右手的时候 稍微从高一点点的地方 这样子呢 第一个它可以避免过度的用力向左送 第二个它又可以避免掉 它的力道不够 然后直接掉下来 所以向左上方 而且超过我们右手球的高度 也意思说超过我的右手手指尖的高度 这样它球就自然会掉下来 而且保证它一定触到球 不会落空的现象 我在后面的影片可以拍出来 有一些都是经过Dribble 不同的运球 跨下背后以及前换手三种的组合 然后把球投进去 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意思就是说 我专注在那个两手合球 左手合球到右手指尖的上方 那这个的效果非常不错 在核球的部分我一直强调 还有手指头的位置 我在复习之前 12月4号还是3号 它的影片里面 其实就有讲到 左手要越过赤道中心线 手指头越过的时候 瞬间去投篮 它的效果最好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这时候才发生的 只是那时候还没有达到一个理论连结在一起的部分 我印象都讲究大肌肉来带动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讲到食指头的部分 因为任何一个大的肌肉的一个动作 它应该有一个校正的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某个细节里面 它的相对位置所产生出来的效果最大 所以我们就发现 扣除掉这两个大肌肉的碰撞以后 它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或者碰撞不够产生的垂直掉落的一个结果 我们扣除掉这两个情况以后 我们发现这个是可惜的 所以我们才开始推展这个小的指头 当作我们的大肌肉的指标 所以基本上我们并没有抛弃 大的肌肉来主导所有投篮的动作 而且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因为有一些小的地方可以校正 因此呢我们在做前置的动作 那么就会比较精确 今天我做了一些动作通常都是以前没有做过的 再有一个包括我们的小勾头 Landy的反手勾 以及我们的背框以后的旋转 是接投篮 还有做出 甲头 甲船 Step 跟Jap 这样的动作连接到头来 可以从影片可以看出它就是进球 那这种进球呢在以前几乎是不太 不太发生的 当然它也是有发生过 但是它不是那么频繁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看到用这样的一个大肌肉 用小指头来校正的一个效果 它的精确度变得很好 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整个大的系统理论 它之间的连结关键是什么 为什么要指头这个形成呢 因为我们要让我们手指头 推向我们的右手的时候 它是一个掉落的情形 那为什么要掉落 因为我们掉落的时候 我们右手呢 才有办法让我们的右手顽骨稍微突出 因为你掉下来嘛 而且你是向前掉嘛 所以我们的右手手指头就会往前去接 这个接的动作呢 它因为又是掉落 所以我的手掌慢慢会往上翻动 一翻动以后 我的右手顽骨就会往前突出 那为什么右手顽骨要往前突出呢 右手顽骨往前突出 就可以形成我们所谓的扭力 这个顽骨突出以后 你在回复的时候 由于这个反作用力 因为你是向下以后再向上 所以这个反作用力 让我们的手腕瞬间举起来的时候 它会卡到我们的手顽骨 因为它有转动以后 所以它不是直接的手垂直的向下 垂直的向上 而是经过转动以后的向下 这个的扭力呢 会因为你转动而卡住 这个卡住呢 会使得你我们的反作用力 向下再向上以后它倍增 因为是扭力的关系 是卡住了 所以它的力量会变大 力量变大又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在投篮的时候 我们的幅度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瞬间出速 这个的出速它就会增加 所以这个出速的增加呢 就使得我们右手的弹出去的角度 就会比原来的高很多 还有呢 它的力量也大很多 力量大很多又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球在我们手指间的摩擦 会倒旋的更厉害 倒旋的更厉害呢 它的球就比较在空中不会飘 不会飘的意思就是 我们常在YouTube里面看到 一个教练叫Koch Free 他里面讲到 如果你不是很用力的向下带 那么这个球 就不能像彩虹的弹道一样 往下垂直掉下去 那么这样的精准度就会下降 人一口气讲这么多 其实就是把所有的理论呢 都归纳在一条线上 它不是断断续续的片段 而是从指尖的高低 形成了一个右手下降的段 并且旋转的时候接触到球 还产生的扭力 一直传递到我们的手腕 手腕有了扭力以后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段 所以它的扭力永远大于正常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时候 而后面所要做的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大肌肉说能做的 而且它大部分都有关系 好比我们的胯下 我们的背后 我们都晓得 我们如果先做刚才那个动作 那我们的顽骨突出 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背后预求 也可以用到我们的胯下 所以可以看到影片里面 我就可以连续的做出很多个动作 很多影片都是一点都不含糊 它的连结都非常顺畅 其实说了这么长的理论 最重要就是因为顽骨的突出 使得我们手掌接触的地面的角度拉大 因此对于胯下跟背后运球 它的反弹的角度也会比较垂直性 因此另外一只手要接到球就比较容易 那要微调呢只要稍微下降一点点 就可以微调 可以做出连续的背后运球 以及连续的胯下运球 这两个有多重要 这两个你看哈登只用一个连续的胯下 跟部分的背后 那么它就可以主宰很多投篮的 向后跳的投篮 而这个的投篮呢 跟我们现在所要连结的 这一个时钟指 中无名指令 往下垂的 下坠的一个模式 如果练到可以连结在一起 那么基本上 手挽鼓突出的这个理论的系统 通通可以连在一起 而且组合成 NBA明星上不同的空气模式 都是用这个方式可以解释的 而且做得到 好 我们今天就留到这里 干杯 这一家族这一家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